昨晚那個勇敢的消防員 不知道他回到自己的地方時 頭髮會對他怎樣 所以大家做個保險 發射電郵給消防局的處長 希望讚許這位勇敢的消防員 我讀一讀我們草耳朵的電郵 大家認為可以的話請幫忙發一發 至消防署李建日處長和亮偉雄副署長 你好 2019年10月24日 在凌晨38分安夜發生了 旺角山東街雷敦道十字路口 一個普通話的市民被至少三個暴徒圍偶 導致血流披臉受傷 灑口兩名消防員到場去營救 但遭到暴徒示威者阻止和粗言慰語 惡罵甚至被暴徒用腳踢 看到這個畫面令到我們香港市民都很心痛 而我們也很欣賞和讚揚這兩位消防員 不怕暴徒示威者不惜自身安全去營救市民 現今已經六個月了 暴徒擾民不停破壞社會安寧 香港市民已經忍受到極點 我們香港市民表揚這兩位英勇的消防員 亦相信所有紀律部隊都有良知 而消防署處長你會了解事情和真相 忠心多謝英勇的消防員 向他們致敬一個香港的小市民賞 大家如果覺得對的話 請抄個Copy 提供給你們的電郵地址 多謝大家